2011年5月15日上午 柏林佛光山举行了盛大的玉佛节法会 吸引了柏林及周边地区近200名信众参加 共同见证了这次佛教盛事 上午10点半法会仪式正式开始 大雄宝殿内首先依序分组由佛教弟子 信众向佛光山供奉的十家牟尼佛 献上鲜花、清茶、香煮等供品 当地日本及韩国佛教组织也有法师道会 诵经礼佛 最后由佛光山住持妙园法师直锤 连同妙园法师一起 带领全场信众念诵香如赞、心经 赞佛祭、御佛祭等 月声悠扬、香烟鸟鸟鸟 佛事盛典场面隆重热闹 现场的德国信众为数敬拜 许多都身着海青、随众诵经 柏林地区的著名强领和爱心人士 陈义华、叶春云也在场诵经 返回仪式持续了近四个小时 午后在场信众一一致佛前 纸水瓢咬清水 为象征佛陀的铜像沐浴 会后记者采访了柏林佛光山住持妙园法师 法师为我们讲解了御佛节的由来 佛教里面的御佛法会 或者是我们说御佛节 是佛祖在2555年前 他诞生在加皮罗维国 然后那时候他诞生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瑞相 比如说九龙兔朱 然后七部年花 然后最重要是小太子西达托 太子他诞生的时候 他一子子天一子子地 然后他就说一句 他说我这一生是最后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这是代表佛祖 他用他的悲悯心来到这一生成佛 他告诉我们从他的诞生到他去修炼苦恨等等的 都是我们人也可以跟他一样 我们人与人每一个人都是有佛的一个佛性 人人是平等 有成佛的机会成佛的可能性 所以他就说这一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众 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借助释迦牟尼佛的这一次的诞生 然后去启发我们的心灵的智慧 佛光山最初由开山宗师星云大师在台湾高雄建立 此后陆续在世界五大洲都建立了寺庙 传播佛法 柏林佛光山是从1996年开始 我们的旧的地址不是在这里的 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县址的话 地址的话 是在1999年 当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 是离请了在佛光山总本山 离请了100个出家人来进行一个叫欧洲的凡辈的唱颂团 当时候星云大师也跟着我们一起来到这个欧洲 为了这个用音乐 用那个凡辈来红法 师父就是跟着我们一起来帮我们鼓励 帮我们打气 那一段时间开始就是柏林佛光山的最开始的一个来由 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然后我们一直进行的就是师父给我们那个理念 就是人间佛教推动本土化 要让佛教让很多的当地的群众认识我们 然后去把人间的佛祖 为什么要降丹在这个娑婆世界 这个人间的话要推动出去 当日下午佛光山还举行了佛像展览 柴与禅品茶活动 舞蹈表演等等 这次柏林与佛节法会的盛况 展示了佛教在德国传播的积极态势 佛光山的弘法善举 也成为在德华人社会的一件美事 就是柏林佛光山的展望 就是已经慢慢的进入到德国人的心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十二年前已经开始有德文主 这个修行的meditation course 他们一直进行到现今 已经度了蛮多的当地的人民 然后他们现在连周日也过来 跟我们一起互动 有时候是当义工 好像今天现贡也有蛮多德国人 他们都是从不认识我们到进来 然后就觉得是一个家庭这样 就是慢慢的已经有一种生根的感觉 新报在线记者柏林报道